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犹豫 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 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 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比海洋扩大的是天空 比天空扩大的是人的心灵 人生并不以金钱为对象 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人群 从阻止可以认出狮子 从耳朵可以识别屡子 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 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 敏感并不是智慧的证明 傻瓜甚至疯子 有时也会格外敏感 你尽刻注视别人的脸 但请信任我这颗心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 是富有趣味的事情吗 你的眼睛是我永生不遇的海 有两种模糊 一种云于思想感情的贫乏 只能用语言来替代思想感情 另一种云于语言的贫乏 语言不足以表达丰富的感情 愿你的未来纯洁明朗 向你此刻的可爱目光 当青春像一缕青烟 带走青春岁月的欢喜 我们再从老年那里 或许一切可能获取了东西 书籍是我们的精神粮食 献上我心香一半 朝朝暮暮地盼 盼你与恋人的手 奉度我的心怀 谁能不知不早地成熟 逐渐对生活的冷酷不幸 学会忍受 谁就是幸福 对女人越冷淡 反而越能得到她的注意 世上没有幸福 但有自由与宁静 一切过去了的 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你可曾听见 林中歌声响在夜兰 一个歌者在诉说着 爱情与伤感 清晨的时光 田野静悄悄 卢迪的声音 淳朴而又忧怨 我曾经毫无指望 默默无闻地爱过你 一切狂欢和所有的春光 只会将厌倦和仇闷 注入我的心 请给我狂暴的风雪 还有那幽暗的漫长冬夜 我的痛苦 已经大于我的力量了 在我眼前出现了 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不论是多情诗句 漂亮的文章 还是闲暇的欢乐 什么都不能代替 无比亲密的友谊 我捕捉着梦境 回味着梦乡 在你孤独 悲伤的日子 请你悄悄地念一念 我的名字 并且说 有人在思念我 在世间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 我们要把心灵力的 美丽的激情 献给祖国 当我忍受着喧嚣的困扰 当我饱尝那绝望的忧患 你天润的声音在耳旁回荡 你俏丽的面容令我梦绕情间 一切有理性的动物都会无聊 美妙的夏天润 我望着你无可奈何 世界的计则 世界的计创造 应以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牟取金钱 人并非以金钱为对象而生活 人的对象往往是人 灾难的忠实姐妹 希望 她会唤起勇气和欢乐 刹那间貂蚕 刹那间飞逝 在蔚蓝色的天幕之下 经我的雪反射着太阳 就像一张张壮丽的地毯 只有透明的森林 反着黑光 银声间的葱树挤出翠绿 冰封的溪流闪闪发亮 失败之前无所谓高手 在失败的面前 谁都是凡人 你最可爱 我说时来不及思索 而思索之后 还是这样说 我不为你们而惋惜 我春天的岁月 那在往人爱情的幻想中 逝去的岁月 我不为你们而惋惜 哦 黑夜的秘密 那曾为情欲的排消 各有的秘密 我会忘记 对冲井时的战力 飞驰的云阵渐渐吸波了 忧愁的星辰 傍晚的星辰 你的荧光撒向了荒凉的平原 撒向沉睡的河湾 深暗的山顶 上天让我们习惯各种事物 就是用它来代替幸福 法律之鉴不能到达的地方 讽刺之鞭必定可以达到 请把温柔的头靠向我 让我心情平静的入睡 当欢乐的白天在倒下 当黑夜的暗眼正破戒 不会再有那样的月夜 以迷离的光线 穿过幽暗的森林 将静谧的光辉清晰 淡淡的 隐约的 照出我恋人的美丽 年轻的良知 像晴天一样明洁 有了清心的人 有了诗的灵感 有了生命 有了眼泪 也有了爱情 倾听着年轻姑娘的歌声 老人的心也变得年轻 等青春轻飘的烟雾 把少年的婚乐 娘娘夜去 之后 我们就能取得 一切值得吸取的东西 爱惜衣裳 要从新的时候起 爱惜名誉 要从幼小时候起 没有思想 再漂亮的语句 也全无用处 我曾经沉默的 毫无希望地爱过你 我既然受着羞怯 又忍受着极度的折磨 我曾经那样真诚 那样温柔地爱过你 愿上帝赐点你的 也像我一样 坚真如铁 扫开的希望的花朵凋谢了 生命之花被折磨得憔悴 青春忧伤地从眼前飞逝 生活的玫瑰也将一起枯萎 但是被爱情遗忘的我 却永不忘记为爱情而流泪 常记得那个美妙的瞬间 你偏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仿佛疏忽即逝的幻影 仿佛圣洁的美丽天心 当我忍受着喧嚣的困扰 当我饱尝那绝望的幽幻 你甜人的声音在耳旁回荡 你俏丽的面容令我梦绕情间 没有幸福 只有自由和平静 不要一夜困满而哭泣 微笑吧 为你曾经的拥有 阅读 这是最好的学问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